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已经与杂技打了六十几年的交道了 据说过去村里一半以上的人都是靠表演杂技和戏法赚钱养家的 杂技和戏法靠的都是童子宫 直到现在这里还保留着让孩子们从小练习杂技的传统 现在宗学城不仅仍然坚持到处演出 空闲时间还会在自己家的小院里训练他的学生 我们编导找到这里的时候 碰巧遇到一位村民带着自己的孩子前来拜师 对于杂技之乡来说 拜师学艺是件很庄重的事情 因此宗室杂技还保留着拜师的一些传统仪式和讲究 一大块猪肉 几袋点心 这是送给师父的见面礼 见面礼不在多少 只是一份心意 得知今天是宗师父收徒弟的日子 好多村民都赶了过来 面积不大的小院里围满了人 两个一会儿拍一会儿秀啊 行了 出了话 记住什么 宗大师你好 这两个孩子来向您秀徒来 一会儿就拜托给您了 好 好 请您多回去 好 慢着啊 好吧 好吧 好好坐 来 要看看腿 看狗包 加个狗包 好了 就慢慢腿过来 来 看腿 杂技其实是一门需要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 兼备的民间艺术 所以在收徒弟之前 宗师父都会让学生做几个基本动作 来检验一下他们的身体条件 适不适合练习杂技 由于村子里的小孩子从小就接触这些基本的杂技动作 所以他们的基本功一般都比较扎实 踢腿 劈叉 倒立 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件难事 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件难事 拜师一试过后 宗师父便开始指导学生们训练起来 别看这些孩子年纪不大 可练起功来还是有模有样的 因为平时还要去学校上课 所以很多孩子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过来训练 队伍最前面的小姑娘 今年才只有五岁 是宗师父的孙女 也是宗师父收的年纪最小的一个徒弟 因为一直在宗师父身边长大 所以杂技对他来说更像是每天都要玩的游戏 训练告一段落后 大家围在树荫下 宗师父说可以让他最小的两个徒弟露一手 给大家看看 两位小姑娘要表演的杂技 叫做钻筒和钻圈 这都是对身体的柔韧性要求很高的表演 宗师父说 以前练习杂技的孩子是很苦的 俗话说 东练三九 下练三伏 每一项绝活的练成 都是刻苦训练的结果 相比以前 现在的孩子们就幸福多了 杂技对他们来说 是一项技能和特长 而不再是谋生的主要方式 徒弟表演完之后 宗师父也决定和儿子 一起给大家露一手 师父一出手 那一定是非同凡响的 单看着表演的工具 就已经让人紧张了 等一下您要表演的这个叫什么名字 我要给咱们大家表演一个这个上刀杉 上刀杉 听起来就心情胆战啊 父子俩在上场之前都脱掉了上衣 拿了一长块红布缠在了腰上 据说这红布腰带可是表演上刀杉的必备秘密武器 这个是腰带 就是专陪这个钻这个刀杉用的 这个红腰带呢 你看 它唱度高 比起就有这个嘴唇面的亮米唱 你这个腰带啥味腰里边一吼 可以说拔在这个 整个这个肚子 就是这个腰带 鼓腰都能鼓掩 它起这个作用 不然的话就这个露在外面不可以是吗 这个不可以 这个露在外面终于挂在那个刀杉上 你特别是在后边 后边这个画如果你要鼓掩 它能挂到你这个刀杆上 你都爬在上面了 就很危险 就很危险 非常危险 如果没这个的话 你这个刀杆裹不去 如何来系这个红腰带也是有技巧的 宗洪伟说 他的这种方法既可以保证系得紧 又可以使腰部没有突出的地方 避免被刀尖刮到 杂技艺人最开始都是走街串巷 在街头表演的 师傅们在表演开始前 往往都会加一段小品 以吸引人们来看 这上刀杉可是有危险性的 刀圈举得很高 而且因为是人来举着 它的稳定性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即便是宗师傅这样的老艺人 在表演前也马虎不得 一番准备和调整之后 宗师傅摆好架势 腾空一跃 成功地钻了过去 宗洪伟说 自己练习上刀山 受了很多的伤 也吃了很多的苦 之所以仍然继承了宗室杂技 是因为传到他这里 已经是第四代了 他不想祖辈留下来的这些绝活失传 除了杂技 宗师傅的戏法在当地也是赫赫有名的 尤其是民间戏法的经典节目 三仙归动 他答应我们的编导 午饭后会表演给大家看 而他们一家人 现在要去准备一顿特别的午饭 河南省浦阳市地处黄河冲击平原 盛产小麦 过去这麦子收割之后 麦杆就被作为废料给丢弃了 但是现如今 麦杆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宝 而且这让麦杆值钱的过程 还是家家户户男女老少 都可以学会和做到的 那这麦杆是如何变废为宝的呢 我们的编导决定 一探就进 这一幅幅精美的画 就是用麦杆制作的 经过一些简单易学的加工和制作之后 普通的麦杆就变成了这些五颜六色 造型各异 栩栩如生的图画 而一幅这样的麦杆画 可以卖到几百元 甚至上千元不等 制作时 首先要选那些亮度高 有光泽的麦杆 把上面麦碎的部分剪掉 再把它们放在水里浸泡一段时间 让麦杆变软 这时可以根据需要给麦杆染上不同的色彩 或者用电韵斗 使麦杆表面碳化 变成深浅不同的颜色 然后把麦杆从中间剪开 用刀片反复打磨 让麦杆变薄变亮 再披成丝 剪成菱形的小刺 最后就是往临摹下来的图案纸上粘贴了 别看程序很简单 使用的材料也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手可得的 但要想让麦杆画中的形象栩栩如生 是很需要耐心和细心的 这样一只虎要沾四五天左右 一幅这样的话可以卖到七八百元 而像这些比较简单的麦杆画 就是很多百姓可以在家自己制作的了 一幅大概可以卖到十几元钱 麦杆除了可以制作这些精美的麦杆画之外 我们的编导在濮阳的南乐县 还发现了一件新奇事 这些村民用麦杆在编东西 叫做草变 过名思义 就是用麦杆编成辫子的形状 南乐草变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 那个时候编织草变是当地人主要的生活来源 草变的编织方法简单易学 所以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 都把它当作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 看电视的时候可以编 看戏听曲的时候也可以编 干活休闲两不耽误 所以每到闲暇的时候 村子里的婆婆们都会用毛巾包一些麦杆 夹在叶下 聚集在一家的小院里 边乘凉边聊天边做草变 草变还只是半成品 加工厂每天都会派人去村子里收草变 收上来的草变要先按质量好坏 分为三等五级 再按照等级给钱 十根是一盘 每盘的价钱不等 区分草变的好坏 主要看颜色宽窄疏密程度 颜色浅编的密 宽窄适度的才是最好的 草变按等级收上来之后 要将它们绕成捆 再送去加工厂加工 南乐县上了一定年纪的婆婆们 几乎都以草变作为其生活的经济来源之一 草变可以用来制作帽子 储物罐 篮子等物品 这样不值钱的卖杆就被赋予了价值 成了可以卖钱的东西 除了草变 在南乐县还有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那就是原村豆腐干 这可不是普通的豆腐干 它的制作方法是绝对传统的 它叫陈步军 制作豆腐干的手艺是祖传的 十二岁时 它就继承了祖辈的制作方法 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 院子里的这个手推石墨 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在墨豆腐之前 陈步军将一边的口用碗扣上 一边的口里放了两根筷子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口里它下了块了它抹不碎 就是抹得粗 这个口里它都下了碗扣 下了一眼的洗来 这个就是它 就是这个碗扣的作用就是磨得细 磨得细 就是这个不用了这个口 这个口不用 用哪个口都可以了 那筷子呢 这个筷子下了它的起来是拨尘作用 这个豆子不下了 它一不弄它都下了 就是它一晃动 那个 一晃动它都下了 豆子就下了 磨豆浆之前 要先将黄豆在水里泡七八个小时 然后再将泡好的黄豆 倒在石墨上磨浆 用石墨磨豆浆 是极其费体力的 而且速度也非常慢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们 都改用机器打浆了 当地像陈步军这样 还用石墨的已经不多了 他已经习惯了用石墨 认为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干 会好吃一些 黄豆磨好后 接下来的这一步叫做吊单 所谓的吊单 就是将豆浆和豆渣分离的过程 起的是过滤的作用 将豆浆过滤出来之后 就要倒进大锅中煮了 先把豆浆烧开 再煮上四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陈步军用来点豆腐的是老姜 点出来的豆腐要上板进行挤压 直到不再压出水为止 最后再把压好的豆腐干切块晾干 然后加入调料 放进大锅中煮 使之入味 这样原村豆腐干就制作好了 说到吃 有一样则是来到浦阳不得不尝的美食 油锅里炸至金黄的这个大家伙 叫做壮模 有锅盖一般大小 粉皮是壮模中重要的食材之一 在泡好的粉皮中倒入食盐 花椒面 大料面 葱等料 然后放入肉馅 将它们搅拌在一起 壮模的特点除了个头大之外 还有就是皮薄馅多 食之不腻 满口流香 既压饿又美味 馅包好后 把封口处捏紧 再用擀面杖压扁 就可以放进油锅里炸了 等到壮模快要做好的时候 将它切开一分为二 在切开的地方倒入鸡蛋 这样可以将切口处的馅固定住 壮模净炸锅二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所谓壮模的壮字 取强壮壮式的意思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 就是壮圆的壮 午饭时分 宗师傅家的小院里 一大家人围坐一桌 简单的农家菜 大家边吃边聊 共享这悠闲美好的时刻 今天的午饭和每天的有所不同 为了欢迎新收的两个徒弟 宗师傅特地叫家人买来了壮模 一是因为壮模是这里特色的美食 二是因为它有着美好的寓意 吃着啊 吃着身体有装 有热 两个有化 有健康 大家吃着啊 当我们的编导问到宗师傅 是否担心有一天 会没有人再来练习杂技的时候 宗师傅显得很轻松 他说现在杂技变成了一门艺术 小孩子练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学道手也是一项本领 而且童子宫到什么时候都不会丢 从孩子们的笑脸中就可以看得出 他们从杂技中感受到的更多是快乐 午饭后宗师傅就开始给我们的编导表演起他的拿手戏法来了 宗师傅旁边的这个黑色的箱子就是道具箱 也被宗师傅称为百宝箱 跟随了宗师傅几十年 这一个箱子您能变多少个魔术 这一个箱子能变的就是一百多样魔术 一百多样魔术 一百多样就这代号 那接下来我们要变的这个魔术叫什么呀 好 我先给你变个三千轨栋吗 好的 三千轨栋 还来个三千轨栋 三千轨栋 好的 来 来 来 三千轨栋 一个碗三个球 好嘞 一个两个三个 是吧 看车 看车 因为你也没了数块 你也看车 在一会儿不在我那时候能信心 你那时候它可能能信心 好 看车 看车 好 看车 把瓦盒子都改 这个球在上面 搞一会儿 剪 它就进去了 那它进去了 没了 不错 看车 你里面没了数块 先砍数 看车 我来 剪 它就过去了 看车 它就算里边了 这个不算 再来第二个 哦 看车 你看车 你里面没了数块 看车 我来 把它剪 它就在里边了 弄在里边不弄 看车 我说 剪 它就过去了 看车 咋就都可以剪 看车 看车 这俩看车 我来接它 剪 它就进去了 咋进去了 你看这个就是 哎 剪 它就进去了 那一 没看见吗 没看见 来 这个劲吧 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看车 能吹起 嗯 能吹起 好的 来 你也吹口 好 你得坐着 最近别动啊 就这吧 担住是吗 就是 挪住 你挪住 别动 我把往口上 看车 我还三个都进去了 你挪着吧 挪进啊 不可能 我感觉它在我的手里呢 你挪 答案 带你手上 挪进啊 挪进别动啊 看车啊 我二人就在进 一发都进了 哎 走 进来没有 撤开手 要看 撤开你的手 撤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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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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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感觉吧 没有 你看看 你看 但这一个碗不行 我再给你试个碗 来吧 两个碗也可以 三十两个碗 你看有没有 出手的 没有 看看有机关 没有这点 没有机关 没有 看我这个碗 有没有 有的时候这个球 带这个锅里边 你比如说带这个锅里头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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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锅里边没有吧 没有 看没有啊 是 哎呀 对了 锅里边没有 这都好 这了 看了吗 这线 好 左 哎呀 嗯 没什么 就看着啊 一会儿做的 看着啊 好 看着 看着啊 马上接着 哎 进 他都做了 一个两个三个 待会儿啊 这都围着走 哎呀 围着走 进 你都好治了 对 进 好 进了吗 来 来吧 你捏出来 你捏 你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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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出来 捏出来 就过去 你就过去 你过去 过去吧 对了 好嘞 走吧 先吧 你先来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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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千块 三千块 是吧 我们的编导想着 既然来了 就一定要跟宗师傅学上两手 于是宗师傅教给了我们编导两个比较简单易学的戏法 这还是最简单的 最会简单 说回啊 这会教会你啊 好 教你给我看得行啊 我上去啊 自己 哎 他就出来了 看出来了 对了 你看嘛 他就出来了 你这 咋不开 挂住了 你看 你看嘛 你看嘛 八十秒 你看你得解开 那你看你解开 你不解开不行 你看嘛 慢慢解开吧 看什么 看了 就这个角了 我也可以 那你来试试吧 可以 你不过我再教你 这个 那就 往上淘都可以 就是这样 重手就可以了 这淘榴 那肯定掉下去了 那肯定掉下去了 那你就要说这个圈 好了 你拿着吧 你拿着看着啊 我交给你啊 看清啊 这个圈啊 你看着啊 那环是斜着放 对了 斜着放 还是吗 我交给你啊 你拿着啊 你看着我这圈啊 往这边 往这儿 往这儿 来 看着这儿 他里边 你解开吧 看着吗 你再说吧 慢慢做 就慢慢做 慢慢做 我都可以了 看到您应该是 看到 我交给你啊 我们的编导尝试了几次 都没能成功 看来 这看似简单的戏法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学会的 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的 一会儿都可以了 哎 又一个木属啊 火柴啊 火柴 嗯 看着那儿火柴啊 是 我在这个也是猛熟 你看啊 这个劲呢 看着吗 嗯 你这个劲啊 你看着吗 要接着出来 扮不见的射肉 是出不去啊 要接着出去 你看啊 两个都出来 都出来 看着就出了啥 看到了吗 啊 头上下 我慢慢跟你玩 你看好啊 我往这块儿 你看不见 你看着啊 你看着吗 我这个人拿帮你 他都出来了 看到了吗 嗯 你都出来不能 试吧 我试一下 好嘞 你试哪个都可以 来吧 拿两个 我拿两个 来吧 你看着这个人拿着 对啊 是这样 看着吗 对啊 有时候这个人拿着 看着吗 好 来吧 这个人拿着 出来 摔着摔啊 都不能摔啊 来吧 还是工作要出来 师傅拿的方法不对 你看来吧 来 看着啊 都这个就 您教我一个就是 这样一个 好 看着这个人拿着 你看着 这样拿 这个就拿 看着吗 这个就拿 你看着吗 这个就拿 是摔 看着 对 看 就慢慢教 对 这个 放过 放过 这个好玩 这个很容易些 这个你到时候都可以 你吃饭才拿 拿两个火柴 就可以给大家变一下 宗师傅说 他变魔术 就两个秘诀 一是手快 二是眼快 单看着手掌上 磨出的厚厚的茧 就可想而知 要想做到将戏法 变得出神入化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是要靠 常年累月的钻研和练习 才能做到的 无论是宗师傅一家人 对杂技 戏法的代代传承 还是陈师傅 对祖辈 传统制作方法的坚持 这就是杂技之乡 人们的生活 他们的想法 或许都很纯粹 就是希望老祖宗 留下来的东西 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也正是因为 他们的坚持 我们今天 才有机会 看到和了解 好了各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 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 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都身怀怎样的绝境 钓炉烧饼怎么烤不伤手 想要知道 恐龙人百年不输的秘密 下期请收看乡土 玩仔杂技乡